第七十三週的第二輯的播出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的晚上 今天的題目就有點長 是以大量的動聽的說話 去掩蓋少量致命的謊言 這句這麼精靜的說話 就是一個年燈仔的創作 我看到之後我覺得其實很 雖然是長一點 但是不適合的 但是如果大家細心回答下去 就很能夠解說到現在的問題 其實我開始在那個時事評論裡面 得到一個很大的興趣 首先是攻破一些別人的謀誤 所以我就會得罪很多人 今天這個節目我就預料了 是會得罪很多時事評論員的了 其實我也挺喜歡做這件事的 因為我的宗旨就是對事不對人 如果能夠令到一些人不開心呢 而你是一個對事不對人的宗旨 又能夠令到某些人不開心呢 就是說你刺到他的要害了 你刺到他的要害呢 就是說將一些習非城市 表面上好像很有道理的東西 是將他的真面目暴露了出來 這樣是對於那個公眾了解的真相 是很有幫助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這個胸襟 就應該不停地在一個對事不對人的立場那裡 是去堅定地去無畏無懼 去講出你心裏面的說話 尤其是當你怕得罪人的時候 更加要直言極諫 什麼東西都堆出來 是吧 那現在呢我講的就是說 關於這個保衛中大和理大的問題 現在我們不是事後恐明的 其實上個星期在中大他好像很平靜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覺得很不安 我就說這個是一種沉默 不是就是風暴來臨前的沉默 不是一些什麼好東西來的 因為我由那個運動初起 就是在6月第一個星期 我就覺得對面是很硬 我想這件事情如果大家一直有follow我節目 都知道我是要這個立場 就是說我不相信他會妥協 他會和解 但是為什麼他最初會暫緩 後來會受終正寢 最後 是真的撤回了這個方案呢 這個 移交逃犯條例的修訂 其實是沒有路走 是逼於無奈 就是說呢 我們不是要他改變他的看法 不是要這個政權或者有權力的人 突然間呢 是他裡面那個思維改變 而是要令到他一定要下一個決定 是要在那件事裡面投降 是不是 就是說如果你打仗也是一樣的 我用打仗來做譬如大家明白 不是真的打仗 你打仗誰不想贏呢 如果有得打他不會投降的 但是去到某一個位置 他只有兩條路選 他就要選一條 棄居保稅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都要 各地賠款的 是不是 所以你不是要改變他的看法 而是要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你的立足點 就是他不會死錯人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說他突然間在中大放你 其實 這件事的不安就是在理大那裏 有很多事情 最近有一篇文 在面書我都分享了給我的 各方好友 就是在我自己的Facebook 就是包括我一直以來所說 中大逼抽流 那個什麼HKIX的資料處理中心 我認為這個肯定是一個局 因為這件事很荒謬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中大和理大的確是有一個交通要道 是可以解得通 為了要堅持這三霸呢 你是要頂住他 但是我一直以來 我的分析呢 就說除了你一個 就是道德的應然性 就是剛才那件事合不合理呢 是不是 你還有一件事叫利弊分析嘛 就是pros and cons 就是如果你誓死要保衛一個據點 而是令到那個交通要道是癱瘓 但是如果你付出的代價很多呢 那又值不值得呢 因為去到那個利弊分析 就是講pros and cons呢 那個是會計去計算的 那個就不是一個道德的立場 首先第一件事是道德應然性 第二件事才是講那個利弊 就是那個根本就是那個價值方面 那個原則方面有沒有compromise 有沒有妥協到呢 如果有妥協到 那麼那個意義就不大了 或者那樣東西就是不對的了 因為如果你那個價值可以出賣的 那麼我們這麼辛苦去堅持一些理想 又做什麼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思考的過程是兩樣的 那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回到這個運動的最初 那個起點沒有多久 其實都是發展了一段時間的 就在7月尾8月頭的時候 在那時候開始 就我們前線的自發的 大家知道沒有大台的 一些抗爭者很多都是 其實是和理非的 那麼他們呢 我們最初呢 那個音樂呢 就是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是孤星雷的主題曲 然後當時說的一些口號呢 就包括這個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不篤灰不割蓆 但是其實 在7月尾開始說八個字 這八個字呢 就叫做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那麼我用這八個字來去做一些說明 那麼當時的一些意見領袖呢 就很多人跟著的 覺得他講得很動聽的人 那麼他呢 去到八月初呢 就在林鄭用了這八個字來攻擊我們的抗爭者的時候呢 那個債主呢就跳起來 就說呢 這件事情呢 不可以說的 因為這件事情呢 就幫林鄭解惠 給她一個位置入 那麼這一個呢 就是 他直接跳了去那個利弊分析了 他沒有經過那個價值和原則那一關 首先要經過價值和原則那一關 那個就是說 這一 這個口號 這兩個口號 有沒有道德應然性呢 對不對呢 我就用回來 我一開始就認為 這個是一個道德的應然性很強的道德高地 首先是這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在這個 2016年的 新界東補選 梁天琦的政綱和她的那個參選的宣傳單張 她是不停地這樣用這八個字 而那個政權 由選舉主任去到特首 甚至在中共的中央 是沒有人就這八個字來打壓我們這位參選的年輕人 那 如果後來搬龍門 這樣 我們要跪下 屈了她 來去投降 去接受對方搬龍門 即是我們放棄了自己的價值 在這個層次我一直這樣強調 是不是 我不是說這八個字 當時梁天琦說的時候 究竟 明不明白 就是說 究竟 是不是能夠符合當時的 社會的聲音 訴求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那我也都解釋過 革命其實本身如果強行要扯上一些違法違憲 根本就是 八個字都是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是不是 這個就是原則了 喂 我也講過了 成立ICAC殖民地的政府都說靜物的革命 是不是 胡適她寫 我手寫我 寫我口 那個叫文學革命 對不對 革命有什麼問題 Revolution 那又怎麼樣 如果我什麼都不能說 那我們不如不要抗爭 對不對 我們要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我一直都支持大家 是可以發表 香港獨立的主張 就是因為 在六十年代馬文輝先生做這件事 當時的政府是完全沒有意見的 因為最重要就是我們有言論的自由 那所以呢 就是在這個歷史的角度 就是2016年 梁天琦的參選 合法參選 拿到六萬幾票 我們如果現在屈室投降 是接受了政府 然後呢 自我矮化 自己是用那個奴隸性 去屈服的話 那你還有什麼道德高地可言呢 是不是 那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 群眾已經走出來 前線的人喜歡這兩句說話 因為這兩句說話 反映現在的現實 所以那個時事評論員 這樣高調地指手畫腳 就顯出他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了自己的道德立場 他只是計較當時的得失 但是如果就算當時的得失 其實我都講過了 如果你是為了這個文宣 為了爭取大陸人的支持 其實如果大陸這麼多粉青小粉紅 其實這件事情 都是一個很難打的仗 是不是 我們最重要是得到國際的支持 和香港人自己集氣團結 那所以這八個字 就是當仁不讓 要喊完又喊 要很大聲地喊人 但是去到中段 我更加認為 因為光復香港是不得不提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淪陷了 我解釋過很多次 香港怎樣淪陷 我今天節目就不需要再複述了 淪陷了就要光復了 是不是這麼簡單 好了 這個債主軍師 他高調地指手畫腳 不讓你們說這八個字 他甚至在他講一個短打那裡 講這個說有間中學的開學禮 就是九月初 是保良局什麼中學啊 大家可以找到 裡面有兄弟爬山啊 各自努力啊 筆督灰啊 什麼什麼什麼 很多東西用了現在抗爭的詞彙的 是和當時他們還在唱著 是斯文瑞人未發聲的 啊 就不是唱 那時候那首榮光是未作出來 那 但是最大的亮點就是 在畢業裡結束的時候 是大聲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啊 那這個就是表現出我們的中學生的勇氣啊 但是當時啊 這個軍師啊 這個債主啊 他復述回這個中學開學禮 所有事情都講了 是唯獨有人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八個字 這個情節呢 就抹去不提 就自我審查 那當然啦 現在他在這裡跟你解釋 以及教你怎樣去光復 什麼叫做時代革命 就是呢 你看到一樣東西呢 就說 如果我們要找這樣的人做領袖 做導師呢 他就好像一個黑影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呢 就是我 你記得今天的題目嗎 用大量動聽的說話嗎 因為他知道大勢已經形成了 大家都喜歡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於是自己就華麗轉身 就好像他從頭到尾都在講這八個字 然後教你什麼叫做革命 怎樣去光復 是不是啊 其實呢 他就是一個黑影 黑影是怎樣的 就是 有沒有聽過李白那首詩啊 我歌月徘徊 我沒有影凌亂啊 是不是 就是你舉左手 那個影呢 就舉右手 因為他跟你相反的嘛 那你舉 他舉右手 他舉左手 他舉左手 他舉右手 你呢 就把他的手放在頭 那個影就把他的手放在頭 其實 你走去這邊 他走去這邊 走去那邊 他走去那邊 他是跟著你做事的 他跟著你做事 你還以為他帶著你走去呢 那這樣就很嚴重了 是不是啊 他只不過是一直以來 想說一些東西 令到你喜歡聽 他沒有一件事呢 是貫徹指中 也沒有一個深入的分析 那但是呢 你就想在他那裡 找到一個指導 找到一個方向 那你想想多危險 到現在人人都喊的時候 他又覺得沒問題了喔 那當日其實大家都看到 沒有位給林鄭入 沒有任何東西幫他解圍的 這些根本是荒誕不驚的說法 是不是啊 那這個這樣的影子軍師 就很嚴重了 那再舉一個例子呢 就是剛剛這個影子軍師 犯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錯誤啊 可以說 就是他周圍廣傳 叫我們理大裡面的學生 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交給一個來歷不明的中學校長 我不是說他出發點有什麼問題 我都說我是對事不對人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們要和政府談判基於人道立場 我們說 譬如說中學生或者怎樣怎樣 最後 他們可以走 假設這件事是對的 假設這件事是對的 我先不要說你對還是錯 你用不需要預先在完全沒有任何東西得到的時候 是付出了這麼多 將你們的個人的私隱 將整班同學的資料 全部輸送了給某一個不可以信任的中學校長啊 這個中學校長是跟林鄭有關係 其實大家如果知道做情報工作 是有一句說話叫做need to know 即是說我給你的資料 是你需要知道我才給你的 多一滴我都不給你 如果你真的跟我 make a deal 我用不需要給你這些資料 總之當這件事是對的 暫時當它是對的 18歲以下或者所有中學生都可以讓他走 就去到在走的時候給他看你的身份證 在別人監視之下 在第三者可信之下 喏 他這個是中學生來的 這個是年齡是多少的 那麻煩你讓他們走 都好過未曾經把東西給他 你想一下這個有沒有智慧 就是說你想一下哪一間中學 有幾多人哪一間中學 又有些什麼人 如果一路把網絡一路這樣連下去 就可以按圖索棄的 把你那個黑衣人前線裡面的整個網絡 全部用一個簡單的情報工作 全部抽出來 那如果你不給他 假設說我不給他 那他就沒有交易了 這樣的人更加信不過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常識來的 那 那 同一個軍師呢 他 就在 他們的網站那裏 就是 這個是說十月 共和國國慶 就是現在來講過幾個月前了 就是 長江大廈呢 就在這個 中共國慶之後呢 就將個五星旗和區旗 除了下來 然後呢 他們就在那裏解讀說 誠哥好東西啊 是頂住這個政權 又什麼又什麼 誠哥都被人罵做大蟑螂的 就是那時候 我在大紀元的訪問都說過 你這樣就是害了誠哥 是不是 而 詳實已經 是 告訴媒體聽 告訴媒體 說給包括蘋果 說 其實很簡單 你查一下很容易 Fact Check 是吧 就是說 每年的這個 中共國慶呢 都會掛那兩支旗 但是平時呢 就不掛那兩支旗的 所以你在那裏穿鑿復會 但是當他炒了車之後 他還要禮橫節曲 自圓其說 你看一下 這些這樣的態度 如果他是帶著你的運動的 你就很大劑 是不是啊 就很大劑 那所以其實我以前在節目裡講過 就是說現在我們要那些 不是黃絲的人道主義的 可以順賴的社會言達 譬如說 太平紳士 或者一些前任的政府官員 法律界 或者一些醫護界的 或者教育界 譬如沈祖堯 舉個例子 我們要一些 一些JP 我講的那些是終身制的 有很多得高望重的人 我們要這些人做什麼 在前線上保證 他沒有濫捕 以及沒有施以酷刑 以及我們被捕的手足 不會閃失 不會是走散了 不見了一些人 其實這個人道立場 就是說 現在理大裡面究竟有多少人 而那些人如果他們願意投降的話 在那個拘捕的過程裡面 是不可以去虐待他們 然後進入司法程序 這個當然是一個談判的程序 但是不是好像被老鼠城騎劫了 然後進去找一個人叫做朱環 拍了一條片的了 不能走的了 是不是 就是說 其實做這麼大的大龍鳳 就是為了救一個 他本身因為有一個 私人關係的一位 可能是他的朋友 未必一定是那些權貴的 是不是 現在他否認 他說跟朱鎔基沒有關係 暫時先相信他 總之這件事都是信私 就因為有一個叫做朱環的人 是他的家長很擔心 所以老鼠城突然間 就激於義憤走進去 當然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看到林大輝不能進去 李大的校長那個溫州人士 不知道真還是假 就說自己都不能進去 因為警察不讓他進去 那這個進去 其實還有一件事 現在我覺得他不成功 因為被我們 激白了 篤爆了 就是他希望 想 幫民建聯 就是他的黨 製造一個光環 拿回一些分數 他希望有利於他們的參選 那這件事 多得我的一位網友面書的朋友 我的一位好朋友 在他的Facebook上 放了一個post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就將他轉載了在我自己面書上 有了很大量的分享 以及關注 其實我覺得我都盡了一分力 令到大家知道 即是我們那個post說什麼 就是大家不要忘記 曾鈺成是第一個說要直上立會的 即是這個人其實是這件事的罪魁禍首之一 他難辭其咎 今時今日 假扮仁慈 其實大家要提防他背後的陰謀 起碼都刺破了他的謊言 令到他的如意算盤打不響 但其實我要說 我們真正要做 在這件事裏面 有很多人我覺得他是真心想做一些事情 他不是黃絲帶 不是同情抗爭者 但是他覺得 在人道的立場 政權走得太過分了 我相信林大輝、石禮謙這些建制派 都是有這樣的心 原本田北俊在2003年之前 都是一個很忠誠的建制派 現在變成一個壞孩子越走越遠 甚至他的弟弟田北辰 脫離了新聞黨之後 他都越走越遠了 我跟大家說一句 其實很多時候人 是有一個良知在驅使你去做一些事情 是可能需要少少容器 但是你會背叛那個迷藩班主 以及背叛那個權力的 我們要鼓勵那些人做這些事情 就是說我們憑良心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 我們不需要每個都是跟自己的政見一樣 我們需要有些人挺身出來 為了人道、基於良知 去說一些他應說的話 去做一些他應做的事 就是制止那些警察濫捕 造成一些不可還原的災難 譬如說死了人 令到人終身殘廢 這件事真的不可能 打仗都不做這些事情 現在根本就是三個字 叫做無人性 是不是? 所以我們希望在解決理大這件事的時候 希望可以在那個危急關頭 去做一個人道的主張 去挽救一些生命 但是不是好像被曾鈺成先生騎劫了 然後呢 就做了後來那些事情出來 也都不是好像某一個時事評論員講 在微層層 沒有任何渣拿的時候 要我們裏面的學生 把個人的私隱給了對家 現在他拿著這些東西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出去了 這件事的破壞力很大 就是說他現在對家呢 掌握了那個數據 他對於按陶索契 對於那個抗爭運動的一些底運 他已經可以量到一個脈絡出來 這件事其實是罪無可恕的 就是說這個人呢 譬如說他對這八個字的口號的看法 我私人跟他交往 認識他的真面目 就是說一個人的私得如何呢 在利益面前他究竟把利益和原則 是怎樣去平衡呢 是不是 做人有沒有信用呢 還有他在長江大廈掛旗這件事裡面 表現出他的態度 是不是 那種死不認錯的態度 還有現在出賣了運動的人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人是絕對信不過的 我現在就不是說 誰是甚麼誰是甚麼 我怎麼知道呢 個個都說有內幕消息 是不是 個個都說好像在中南海那裡 躲在習近平先生的床底 聽到他說話 是不是 七常委之間的對答 他好像如在現場一樣 是不是 我說多一件事 為什麼我認為郭文貴有問題呢 很明顯他說八月那個所謂戒嚴 軍隊進來那樣東西是純屬虛構 以他對中共的人脈的了解 他不會犯一個這麼大的錯誤 但是在七月尾八月初 那個恆生指導跌了三千多點 就是說其實他製造一個恐慌 他就可以賺大錢 所以用回同一個邏輯 我可以給大家一點點 因為始終我是金融的出身 最近 即是在公理大之前 在放棄進攻中大之後 這幾天 那個恆生指數在低位那邊 顯著大幅反彈 去到今天重上二萬七千點 就是說有兩樣東西可以肯定 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區議會選舉呢 是不會取消的 第二樣東西呢 其實那個政權是承足在空 他覺得他在理大那裡 就一下子打殘你的反抗力量 因為很多人在旁邊幫他 明羅開道 就整了陷阱 讓我們抗爭的東西跌下去 是不是 所以就說 又說回我剛才說的問題 沒錯 那裡有個洪水 沒錯 中大是有個套路講公路 但是你要講那個成本效益 講那個pros and cons 講那個利弊得失 你為什麼要付出這麼多鮮血代價 要犧牲了這麼多人頭 去頂住那裡呢 是不是 就是這件事 我就不是軍師 我不會叫人做 或者不做另一件事 但是很多人在那裡推 在那裡講 講到他很大 那這些人 其實包括剛才我講的那些人 是不是要懷疑一下他出發 他很多煙幕的 譬如是這麼說 中大碧秋樓那個數據中心 HKIX 全部都是歪理來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想一下 其實這個世界周圍都是陷阱 周圍都是地雷 我們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智慧 我不去捉鬼 但是我要有個批判 我要有個智慧和分析 我要過濾了所有東西 包括在理大傳出來的那些所謂錄音 從那個運動開始到現在我全部錄音 我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假設他是假的 然後我想回那個問題是換位思維 我真的走進去 幻想自己在那個理大的校園裡面 我會不會出一段這樣的錄音 那個錄音不像嘛 有時候是一個直覺來的 不像嘛 他怎麼會叫你做這些事情呢 是不是 根本是於理不合嘛 但是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 要人道解決這個危機 要令到那些政治上中立 但是有良知的社會言達 是頂著警察的暴行 是不是 還有 根據譬如說法律學者張達明 他說的觀點很清晰 就是說 你不怕被他拘捕 你在校園裡面拘捕到那些學生 他要入罪很難的 但是你不可以不明不白地消失嘛 你拘捕了多少人 要 accounted for 是不是 還有在拘捕的過程 是要人道去處理嘛 所以這些事情 那些 不是屬於黃絲的社會言達 可以坐幾出來 頂著警察的暴行 是不是 所以 這些就是我們要的教訓 還有 由中大到理大 我要結合兩樣東西一起看 就是這個邪惡的暴政 他是要一下子打殘我們 他要摧毀我們反抗力量的核心 他要帶來最大的傷害和痛苦 是不是 這個就是他們的邪惡性了 所以 我們 這個是基於自己的良知 是為了避免這個人道災難擴大 我們有義務作為一個人 是要制止這些暴行的發生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就可以團結了很多人 好了 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講講美國的形勢 美國形勢錯綜複雜 其實是很簡單的 現在 民主共和兩黨有很多聲音 是全部都射到川普那裡 我不是一個村份 但是我覺得 我們用智慧分析這件事很離奇 那 那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就在眾議院已經 是沒有反對之下 傳票通過 而 我們知道是忠心耿耿 是為香港人發生的 盧比奧 麥克爾瑞比奧 他 by the way 他是共和黨的 他 已經很聰明地 提出了一個熱線的機制 如果這個熱線的機制行得通的話 就可以爭取在感恩節之前 搞定這些事情 即是11月28日 然後將整個議案 通過了 參議院通過的議案 就擺在這個 這個桌原辦公室 川普的面前 然後給他定奪 他有十天的時間 去簽署 如果他十天都不簽 就會自動成為法例 如果他 是否決的話 只要 國會有三分之二多數 就可以否決他的否決 你看到整件事 就說 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要與時間競賽 明明 根本總統 無論他的態度怎麼樣 他都未進來打這場球 就是總統還在個更衣室 還未換衣服 是不是 現在是在玩程序 所以我不是有一集指出 阿魯麥呢 講一套做一套 是不是 就是他不是有大量的 動聽的說話 直到昨天都是這樣說的 然後有個矛頭指向總統 是不是 魯麥在這裏說 總統要發聲 現在總統發什麼聲 你現在參院都未搞定 盧比奧說了 是要用一個熱線的機制 現在遇到阻力了 那以這個阻力呢 我又要看回 我的智慧從哪裏來呢 就是在我的觀察和功課 共和黨的大佬 就是布殊家族 羅姆尼 就是以前競選總統的 摩門教區的 那個猶他州的議員 羅姆尼 和這個老牌的議員 麥康奈爾 這一幫共和黨的眾臣 老屁肤 他們和川普之間 是有很大的矛盾 川普幾年前都還是民主黨的 他是轉過來共和黨 而是做了總統 就是川普是目中無人 他是很囂張的一個人 所以他覺得這幫全部是廢物 如果指望這幫人呢 共和黨是不會贏到總統的寶座的 就是這幫人是阻止地球轉的 所以他對著羅姆尼 對著這個麥康奈爾 對著布殊家族呢 是一點都不尊重的 但是由九月開始 形勢變了 因為民主黨是搞大了這個彈劾 搞大了這個彈劾呢 現在參院裡面 可不可以頂住民主黨那個 派系鬥爭、黨爭呢 就是要靠這幫老屁股了 就是sorry for the language 要靠這幫老屁股了 那所以 Donald Trump就是受制了 那Donald Trump不出聲 其實已經是最有智慧 那現在的魯麥不斷在這裏 為什麽你香港那些東西不出聲啊 喂 現在他在更衣室未換衣服 他根本不到他下場打 你這幫人先搞定了 然後他就說 就是現在的魯麥說什麽呢 昨天他講完那些漂亮的話 就說現行的機制 都已經足夠了 意思就是說你盧比奧是很好啊 但是你那個熱線不用搞啊 搞來做什麽呢 嘩 說話好像林鄭那樣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什麽的 我不會盲撐警察 不過現行經濟監警會都已經足夠了 我們不要搞一些事情 就是暗後整餅搞一些事情出來 嘩 這樣就很大件事了 是不是 所以民主黨的領先 就是在初選 目前初選未有 就是領先的熱門就是 這個叫做拜登 而拜登要查拜登的污衝東西 就是特朗普或者川普 被人彈劾那個痛腳 為什麽要查拜登呢 因為拜登是跟中共有利益輸送 是勾結了的 這個拜登父子就有那些髒東西 那你再說一件事 這個貿易戰是川普自己主動挑起的 他怎麼會為了簽約 而是為了中共要買他的東西 然後將他倒轉頭 現在跪下來而已 如果他一上台不搞貿易戰 根本就大家就笑騎騎 是不是 你要看那個因果事件的先後次序 就知道所有這些分析是多麼無稽 現在主流的西方媒體 全部都是針對美國總統的 就是你看CNN很支持我們那些抗爭 是說到香港人多慘多慘 現場報導 但是那個女記者跟著又來一句說 現在這個人權民主法案 總統好像就不想簽 或者不想他成為現實 那我翻查了所有記錄 專保一句都沒有說過 又不是贊成又不是反對 但是他是第一個美國總統 在聯合國大會裡面說 中共必須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就說我們要看一下 現在最擔心就是參議院 因為共和黨的這幫貪腐的元老 再加上民主黨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他們有意是放中共一馬 如果是這樣呢 我們就要啃了這件事 根本現在沒有去到總統介入那個地步 但是我們要努力爭取 就是要盡快在感恩節之前 就算他不用熱線的機制 都要盡快將議案通過了 然後呢 就還要參院和眾院呢 是將他那個分歧呢 是修整了 然後將他那個議案結合 然後呢 對比特朗普 如果特朗普那時候 更有三分之二 多數可以掩蓋他 但是我分析沒有錯的話呢 特朗普是不會vito的 因為這樣對他的連任非常之不利 我們一定不可以給 就是說你如果是拜神念經 你不可以給這個彈劾贏 這個彈劾一贏呢 拜登就如虎添翼 最後做了美國總統呢 中共呢 就瘟於泰山 是不是 這個就是說 再講一句我就完了 就是那些人說 為什麼要靠美國啊 喂 喂 我們自己要 保存實力 要維持個鬥志 但是香港本身的人 無論你和理非 或者勇武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 你都沒有可能 推翻香港現在這個政權的 你一定要屢應外合 很簡單 三年零八個月 香港有很多不屈不撓的人 不是東江遊擊隊 那些是賊來的 那些就是漢奸的爪牙 是不是 我講的 香港的不屈不撓 就是那些地下抗爭的人 就是英軍服務團 就是這個賴廉士教授 所領導的這一班 學者 前公務員 和香港的防疫勇軍 這班人呢 沒有了很大的代價 是抵抗日本 但是他們不是拿起槍去打日本 是要保存我們的實力 和聯繫我們那些戰俘 在集中營的人 和聯繫大後方裡面的抗日軍隊 中華民國的抗日軍隊 等等等等 這個呢 就是那叫軍情九處 就是在印度的情報工作 直接指揮的英軍服務團 這些人呢 都是很辛苦付出很大的代價 但是他們不是拿槍去打日本 可以保存我們那個 那個 不死的抗爭之心呢 是希望在大平洋戰爭之中呢 是美國打敗日本帝國 這樣我們就可以光復了 歷史不是重演 但是歷史是有個規律 有很多東西可以借鑑 好了 講到這裡呢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香港人 反抗 在新年拍攝 說的 話號 到現在 《cha sea》 如果你 去哪 我的 你 … 你 胡onn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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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